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进行的所有的操作 都是在我们这个Syco Plus工序里面 来去实现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 已经提前和大家去说 是不是就是切换用户 对吧 切换用户的话 大家明白 只有SYS这个用户的话 是不是后面需要去加上这一坨 对吧 就是SYS 也就是说是 因为这个SYS的话 它的权限 就是说它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就这个用户的话 它的权限是最大的 是超级管理员SYS 那它在也就是说 以当前这个超级管理员的身份 来去做登录的时候 一定要记清楚 后面是必须去写上我们的这个 爱字 然后空格SYS DBA 这个是需要去注意 其他的用户去写的时候的话 只需要去写上这个 COI 然后用户名 反鞋杠 什么密码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这时切换用户就不再去说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 收User 大家这个收User的话 就要经常去放在手边 因为到后期 我们来回去切换用户的时候 一旦切了次数过多的话 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 当前是哪一个用户 在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 习惯性的去收User一下 去看一下当前 我到底是以谁的身份 在进行登录着 实现对我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就是收 然后空格 写上我们的这个User 小们的User 这个也不再去说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去看下面这个 查询的一个操作 在讲查询的时候的话 大家去回想一下 它的格式是什么来的 来直接说大的格式 Flyck的后面写的是 列明 或者写第二种情况是谁来的 是不是仙啊 对吧 仙代表是所有的列 对吧 在Select的子居后面写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谁来的 放入后面写的是 表明 对吧 然后再往下走的是谁来的 外 外后面写的是 条件 然后外后面写的是谁 高不败是个分组 对吧 高不败后面的某一个列 进行一个分组的一个操作 然后高不败和高不败 一起搭配手呢 有一个谁来的 他这个方向说 是一般也是跟上这个分组的 什么条件的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是 好的吧 是排序 排序也是两种方式 第一种声序是 ASC 也是默认情况下 都是我们的这个声序 对 ASC 然后一个是 降序 降序的话是 DSC DSC 这是我们则之前 是不是讲的这个 X1的结构了 对吧 这个结构在 Oracle里面是 通用的 格式 语法 结构 使用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你看在这儿的话 大家来看 这儿给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 是不是给了一个 基本结构 对吧 少不了两个关键词 一个Select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From 两种情况 要么写列明 要么写的是我们的这个 行号 这个格式还用不用寄来 应该不用了吧 对吧 大家做那么多练习题了 都应该就比较熟了 做想破 对吧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查询一句 假如当期你看 我问大家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是 以Scout的用户 是不是来进行登录的 对吧 登录完成之后的话 你知道这个Scout的用户 里面包含哪些表吗 是不是现在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是说怎么能够去查看 这个库里面 就是包含 包含哪些表呢 在这的话 就是给了一个查询一句 在这的话 就是大家来看 就是Select Search From 你看这是不是有一个 Table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查看的是 全部的这个表名称 全部表名称 大家把这个查询一句 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 你看这个Table的话 相当就是这个Table的 这个单次 是不是它一个缩写 对吧 Table翻译过来是表的意思 在这的话显示Table Select的箱 帮我们Table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当前 不管你是以哪个用户的身份 来进行登录的时候 我都可以看到这个用户里面 包含哪些表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首先和大家是默认情况下 你思考的用户里面是四张表的啊 我这里边可能表会比较多一些啊 这是我自己就是建的啊 建的一些表 你们你们不用去管它啊 我今天晚上把我这个书记库 给重装一下啊 重装一下 你看在这的话 我先去显示我的这个用户吧 这个是受我们的这个优子 对吧 我这还塞塞 那我先切过来吧 CON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Scot的 对吧 S-C-O-T-T 然后还先刚写上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Tagger 对吧 然后走 这个不用去管它 因为我这儿的原因啊 这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优子啊 然后最后 我是不是给切过来了 对吧 切完之后的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 S-C-O-T的用户里面啊 它包含哪些表啊 S-L-E-T 先 然后from我们的这个是不是type 对吧 铁铁铁 然后走 大家来看啊 你看这里边就多了 正常情况下 你们是四个 是哪四个 一个是Balance这个表 还有一个是 DEPT这张表 还有一个是EMP 还有一个是谁来着 还有一个是这个C-O-GRED 这四张表 你们正常查询出来是 四张表啊 这里边的话 你看我除了这个表之外的话 还有什么来着 我有什么 在这里边是有试图的啊 就正常情况下 你们查询出来啊 这是表的名字啊 然后这是表的 这个就是告诉你是试图啊 还是 还是一张表 配报的话代表表 我有的话代表就是一个试图啊 正常情况下的话 大家来看啊 是这四张表 第一个表的话叫做奖金表 就是这个Balance这张表啊 这个表里面的话是有四列的啊 一个是ename ename的话就是说啊 它是这个watcher 你看在这儿 我需要和大家去说明一下 我们在Mensaco里面的话 对自不创的话 它是用的是谁来着 是watcher 在oracle里面的话啊 它这个是watcher2啊 这个watcher的话 它等同于我们的这个 Mensaco里面的watcher 但是你在oracle里面写watcher的话 它会给你报错的 人家这个自不创类型的话 是watcher2 后面加一个数字啊 然后的话 这个ename的话 代表是雇员的姓名 然后教步的话 是不是就是工作 对吧 然后第三个sell的话 就这个雇员的工资啊 然后这个CM的话 就代表是奖金啊 就奖金 这是第一张表 这个Balance这张表 这个表里面正常情况下 是没有内容的啊 没有内容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雇员表 雇员表的信息是比较多的啊 就是EMP这张表啊 叫做雇员表 然后在这个表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字段啊 你看这儿一个 这个是员工编号 人家也告诉你 这也是一个唯一的啊 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约束 然后呢 还有一个ename是员工的姓名 然后还有一个是 叫不叫不叫不的话 就是工作对吧 这个M家的话是领导的编号啊 这个指的是领导编号 还有一个是 嗯 Hair data Hair data的话代表就是 录职日期啊 就你什么时候录职的啊 然后sell的话 就我们所说这个奖金啊 不过那个奖金是工资啊 这个月工资 还有一个是CUMM 就是这个奖金啊 奖金用金 还有下面第八个 还有一列是这个 BPTO 就是我们所说这个部门编号啊 这是EMP表当中啊 它包含的啊 包含的这几列啊 你看在这一块的话 数据类型 我需要和大家去说明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Oracle当中的话啊 它的字符串的话 用的是这个WATCH2啊 然后框号里面 还是写的是当前的这个 是不是指定了字符长度啊 对吧 然后对于数字的话啊 它用的是这个Number啊 Number的话就说是 它既可以表示整数 也可以表示我们的这个小数啊 在这里面 它比我们的这个MASACO 会好一点 MASACO里面的话 是不是整数和小数 是不是分开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小数有小数的这个数据类型 整数的话是有整数数据类型 但是在Oracle里面的话 不管是整数还小数的话 都是用的是这个Number 如果你只写一个Number的话 它就代表是一个整数 如果你看大家来看这块 熟悉不熟悉啊 这个框里面呢 这个7代表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总位数啊 对吧 这个2代表是什么来着 小数位啊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格式 就框号里面指定上两个参数的话 那它生命其实就代表是一个小数啊 代表小数啊 这是在这的话要明白啊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MASACO里面是有区别了 是有区别了 这是第二张表 然后第三张表的话 就咱的这个部门表啊 部门表就是这个DP DPT这个表 部门表里面的话有两个啊 有三列 第一个是DPT 就是我们的这个部门编号 然后还有一个是DName 是部门名称 还有ROC的话 就是你部门的这个位置啊 这是部门表 然后第三个的话 第四个就这个工资等级表 就这个SellGrid SellGrid的话 这里面也是这三列啊 第一个就是这Grid 是代表是等级名称 还有一个就是 以RO开头的这个Sell的话 代表是最低工资 还有以HR开头的话 这个Sell的话 是代表是最高工资啊 这是这四张表 这四张表 这四张表的话 今天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看看 这四个表结构 以及这四个表里面 存的有哪些数据啊 你比如说我们来看啊 我就拿这个EMP表来说的啊 我再看一下 我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完整不完整啊 我们来看 我去查看EMP表 这怎么来写啊 然后鲜 刷膜 凉铁 是吧 然后放过去可以走 大家来看 你看这说的话 我查出来之后 这个结构 是不是看着超难受啊 对吧 你看这说的话 就相当于就是 你看这个链啊 正常情况下 不是张三啊 正常情况下 第一个人是史密斯啊 我这不这里面 把这个史密斯这个人 给删了啊 你们去看的时候 第一个人肯定是史密斯这个人啊 我一会去改一下我这个 这个表的内容啊 你看这个的话 就需要去明白啊 就是当前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不是八列 对吧 这八列的话 大家来看 是不是这个结构 是不是设置的 是不是有问题啊 显示是不是有问题啊 对吧 那怎么来去设置它的问题呢 回到我们上面这块啊 就每一次再去 我们去使用我们的 Sucle Pass 再去做操作时候的话啊 第一步先去进行 我们环境的一个设置啊 这环境的一个设置的话 分为两个啊 第一个的话 就是设置每行显示的 这个长度 就是在一行上面 我让它显示多少个字符啊 它的格式 它的这个语法结构的话 就是Sight 然后空格 写上我们的这个Line Size啊 这个Line是不是代表是行的意思 对吧 Size代表是大小 就在这 要设置一行的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空格后面写上它的这个长度 比如说八百一千 对吧 也就写上你当前 你如果这儿写的是八百的话 就代表我当前这一行的话 就说实际上它显示的是 八百个字符啊 这是这是第一个 就是设置每行显示的一个长度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显示当前就是一页当中 你比如说它显示多少条记录啊 这点就有点类似我们的那个 在Line Size里面 是不是讲过有一个分页常态啊 对吧 也就一行上 一页上面 我们它显示多少行的内容啊 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Sight 空格我们的这个Page Size 然后空格写上我们的这个 这个行数啊 就在一页上面 比如说我一次先让它显示十行 然后再再记上它显示就是一页当中 显示的这个行数把它给固定下来啊 就是Sight空格 Page Size 然后空格写上对应的这个行数啊 这两个啊 是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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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两个参数啊 一定要去分开 这RME的话代表行的意思 这个Page的话 是不是代表就是 是不是叶 对吧 我们说的这个叶数 这两个记完了吗 记完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咱先来去设置一下 它的这个环境 然后再来做显示 那我在这的话 这两个谁先写 谁后写都是可以的 不分先后的 Site比如说我的这个 蓝色的核一行的话 比如说显示这个1000个 1000个字符 然后呢回到之后的话 再显示我们的这个Site 我们的这个配置 配置蓝色的对吧 然后一页的话 比如说显示上它显示 20号 然后放我给分割看 抓上之后的话 咱再来去做一个查询 也就是这个 Site的信 放我们的这个EMP表 然后回车 抓上之后的话 这样看是不是就舒服多了 对吧 也就是每一列 也就每一列 这个列 然后也就说是EMPO 然后这是我们所说 是不是员工编号 对吧 然后这个是员工的姓名 这个是工作 然后这个是领导的编号 这个是入职日期 这个是他的薪资 这是他有没有是不是奖金 对吧 然后的话 这虽然为零 但是人家也是有奖金的 没奖金的话 就代表这一块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部门编号 部门所带的一个编号 这是我带大家去查了 其中的一个表 剩下的三张表的话 交给大家自己来去做查询 你要去明白 我今天的话 也会把这个 把这四个表的结构 我去放在一个 沃德文档里面 然后去发给大家 对照着 然后看看每个表里面的 一些数据 它一个数据 这是也就是说是 对于我们的这个 环境变量的一个设置 每一次去打开 你的CirclePlus的时候 养成一个习惯 一旦用户登录完成 就把这个环境变量 就给设置完 设置完成之后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去看着起来 就比较清楚一些 就是说你对 不管是查询的一个结果 还是在做插入的时候 你都按照它的这个格式来写 就OK了 这是我们所说 这个环境变量的一个设置 大家一定要去 这两个熟练的去使用 这四个表就 到时候我发给大家 然后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你看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测试当中的话 最多就是查看我们说表的一个结构 查看表结构的话 就用这个还是DSC 然后空格后面写上表的名字 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去查看 我们的这个表结构 咱可以去看一下咱们这四张表的一个结构 我在这的话 我们说DSC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是不是EMP这个表 对吧 然后回事 然后那最后的话 它这间距有点大 你看在这的话 就是首先就是这个 是不是名称 对吧 名称指的就是咱的列名 你看这儿列名 EMPO 然后的话 是否维护 这个是 NOT 是不是要求我 这EMP这个列 是不是不允许维护的 对吧 不允许维护 然后的话 你看它的数据类型的话 是不是这个 NAM 是不是数字 对吧 数字 然后呢 这个叫部的话 就是在这儿 往这儿可以去拉一下的 然后 那一幕的话 是员工的 什么姓名啊 对吧 员工姓名的话 就是说是watcher 也就是suffer这一行的 然后等等呢 就把这个表结果 其实查出来和我们的 和我们那个 那SOHO里边 是不是结证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最多就这块的话 可能就是 对 在这儿显示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好 就是你再去拖一下 拖一下再去看一下 你比如说 咱再来去看一下 比如说 咱的部门表 DSC 我们去看一下 DPT这张表 然后回事 完了之后的话 今天这里边 是不是就在三列 对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部门 编号 不允许维护 然后数字 然后 DNAME的话 是是watcher 这一行的 对吧 部门名称 还有LLC的话 是这个部门 所在的一个位置 所在的位置 这是我们所说的 也就是当前 当前对DSC的 一个使用 去查看我们的这个表结构 查案表结构 然后的话 你看在这块的话 就是数据 数据类型 在这儿我们来看数据类型 第一个就是这个NAME NAME的话 默认情况下 如果你只写一个NAME 小写的 全部给它小写 不知道这改成大型 这怎么称大型 小写第一个NAME的话 如果只写一个NAME的话 它是代表的是数字 是数字 然后的话 这个数字也是可以指定 它的一个长度的 这个这是数字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这个WATX WATX的话 就代表是字符串 然后QUAL里面的话 我们说指定的是字符串的长度 和我们的这个MASSOGO里边 WATX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人家在这儿叫WATX2 然后日期的话 只有这一个就我们的这个BETA 就常用的就这个BETA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这个NAME 也就是写了这个 这个大家刚才也去分析过 就QUAL里面给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的话 代表是总位数 然后第二个参数 就代表是保留的小数位 保留小数位 其实在这儿就是 大家把这四个给接下来吧 其实最常用的 也就是这几个 因为NAME它本身 是不是整数小数 是不是都可以表示 对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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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